眼前长相漂亮的少女名叫虎式胡子 不仅学习优秀运动也还了得 是众人眼中的完美少女 然而实际上胡子曾经是名不良少女 为了不让黑历史暴露 胡子开始每天伪装成完美少女的人设 直到这天上学路上 胡子竟发现有人自挂东南枝 无奈的他只得呼喊起 过路的人希望有人帮忙 就在这时一条鼻涕吹了过来 静止粘在胡子的头上 他这才意识到对方还活着 也在这时注意到了对方头上竟长着鹿角 起初胡子以为是装饰物 然而迟迟不见落下 这才确信这是真的长着一对脚 但他明明记得路只有雄性才有脚 眼前怕不是邪恶组织的怪人 回过神来的胡子才想起鼻涕一直粘在头上 也在这时大量食腐动物开始聚集了过来 胡子想到要是帮忙可能就会迟到 于是打算装作什么都没看见 怎料这时少女发出灵魂拷问 你要对遭遇这种事的我见死不救啊 胡子见状连忙表示并没有见死不救 明天的报道 无奈的胡子最后还是就吓了少女 听到这个胡子慌了 自己的完美少女人设是怎么被发现的 少女解释自己只是闻到一股不良的味道 并且自己的脚也有反应 为了不让完美人设崩塌 胡子只好赶忙离开这里 来到学校后老师表示有转校生来到这里 胡子顿时感到一股不祥的预感 于是就有了这一幕 少女在介绍自己名叫鹿奶子奶子后 老师便将座位安排在胡子的旁边 胡子在向鹿奶子简单介绍自己后 发现对方是意外的好相处 以为是自己多虑的胡子 让对方按自己喜欢的叫法称呼他 听到这个众人非常震惊 然而更震惊的人却是胡子 对身为鹿的转校生没有 反应为什么要对自己咬着不放 也在这时鹿奶子发现胡子还是厨子之身 因为头上的脚有了反应 胡子本想让对方拿出证据 然而鹿奶子却表示那你不是吗 在众人期待的眼神之下 胡子只得承认了事实 之后刻间休息回到座位上的胡子 竟发现有大量鹿仙辈点心放在自己座位上 看着口水流了一地的鹿奶子 不用说也知道是谁干的 鹿奶子解释这是在报恩 作为早上救了自己的谢礼 紧接着便自顾自地拿起来吃 胡子本想退回这些鹿仙辈 怎料鹿奶子误以为胡子不满足于此 于是将头上的脚掰了下来 也一并送出 眼看胡子两样都不要 鹿奶子以为胡子想要自己的肉体 眼看事态开始演变成被勒索 再加上有其他人在场 无奈的胡子只得将其带到厕所 警告鹿奶子不得将自己的真面目暴露 否则不会轻易饶了你 鹿奶子以为真面目指的是厨子这件事 胡子崩溃了 从开始就一直取笑别人的事 要开玩笑就拿你的脚开玩笑吧 胡子的一番话直戳鹿奶子的内心 意识到不妥的胡子刚想要道歉 放学后之后 胡子听见不远处的小黑屋传来了声音 打开门竟发现 倒在地上满头是血的鹿奶子 正当他想要叫人时 鹿奶子竟突然坐了起来 询问后才得知鹿奶子是从凳子上掉了下来 然而其头上狂喷的血 让胡子再也淡定不住 之后胡子也了解到鹿奶子 在这时为了打扫这里 话音刚落鹿奶子 便开始继续收拾 为防止再次受伤胡子 只好加入到其中 当房间收拾干净后 老师也在这时赶了过来 表示有胡子加入小鹿部 我就放心了 胡子瞬间猛逼 小鹿部到底是什么 了解后才知道 这是鹿奶子创立的社团 而这里将作为不时使用 胡子本不愿加入到其中 但遭不住鹿奶子 与老师的一夸一赞 从最开始的抗拒 逐渐被调成撬嘴 之后再填写社团活动 申请书时 胡子这才发现自己上了当 只因自己莫名成为了部长 私而小鹿部的活动内容 则是照顾小鹿 鹿奶子自然是小鹿部里的小鹿 就这样小鹿部正式成立 临走前鹿奶子 给了胡子一个鲍鱼刷 希望他能帮自己刷刷毛 尽管胡子不愿意 但也只能接受 而在两人的不远处 一位带着恨意的少女 正死死地盯着两人 这天胡子早早就来到 学校将布室布置了一番 放学以后 正当他高兴地跑去布室时 眼前的一幕让他傻眼了 只见布室被破坏得一干二净 看着好不容易布置起来的 布室胡子心都碎了 这时躲在一旁的鹿奶子 让胡子躲起来 胡子刚想要问责鹿奶子 却被告知来到这里 就已经是这样 鹿奶子推测 有人想要自己的性命 只因来的路上 就掉进了五米深的陷阱 甚至有枪从天而降 随后当胡子准备到 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时 突然一把飞镖擦肩而过 察觉此地不宜久留的胡子 打算回去 但鹿奶子可不愿 就这样放走胡子 哪知下一秒 胡子就踩到机关 一个铁盆直接从天而降 这直接就惹毛了 钱不良少女的胡子 于是隔空向对方发起挑战 就在两人严阵以待时 突然有什么东西扔了过来 看清才发现是鹿先辈 意识到是陷阱的胡子 刚想要告诉鹿奶子 然而这货就已经跑了出去 完全丧失了理智 胡子本想与他理论一番 然而鹿奶子却认为 鹿想要吃鹿先辈 是因为鹿先辈就在那里 紧接着不顾一切地就往外跑 心有不甘的鹿奶子表示 有本事你就出来 这场胜负我接受了 就在这时 一直躲在暗中的人终于出现了 想到在各种修罗场 摸爬滚打的自己 就这样轻易捕获 鹿奶子不禁好奇 起对方是何方神圣 然而这时胡子 才认出对方正是自己的妹妹 虎是羡子 怎料鹿奶子竟将羡子 联想到了豆沙羡 一脸痴呆地看着羡子 这当即就引起羡子的反感 胡子也察觉出 不失的事情全都是羡子干的 而羡子也是毫不避讳地承认了 面对羡子的追问 胡子本想否认 但出于思域只好闭口不谈 不曾想着直接就激发起 羡子的病交属性 胡子本想让鹿奶子帮忙说话 这番话让羡子误以为鹿奶子 已经将胡子的处子之身夺走 随即接受了鹿奶子发起的挑战 表示如果自己赢了那么鹿奶子 就要作为公园里的鹿活着 输了的话他就会承认 两人的不健全关系并退出 尽管胡子想要劝阻 但鹿奶子却信心满满地表示会赢的 就这样一场胡子争夺赛就此展开 比赛以抢答形式进行 首先第一个抢答的人是羡子 不等胡子提出抗议 老师就播放出了证据 到了第二问时 不等老师把问题说完鹿奶子就 抢先回答出胡子现在并没有穿内衣 随即屏幕就播放起了证据 很快来到第三问 胡子至今交往的对象 不等老师讲完鹿奶子就抢答表示是零个 然而老师却表示回答错误 只因他提问的是胡子 至今对象为什么是零个 并在六十字以内陈述理由 随即县子解释因为胡子是少女漫画脑 坚信命中注定之人会 出现的他因此单身至今 随着老师一个又一个的提问 胡子的隐私直接被扒得一干二净 而两人依旧没有分出胜负 这是县子察觉出不对劲 为什么这头鹿能知道姐姐那么多情报 肯定是使用了全国各地的鹿情报网 头上的脚就是接收器 随即县子按下了机关 下一秒大量的飞镖便朝着这边飞来 众人也被吓得闭上双眼 等到睁开眼时眼前的一幕惊呆众人 只见鹿乃子各种风骚走位将飞镖躲开 一旁的胡子都看呆了 就在他打算趁乱回家时 怎料县子一个不注意 失手将飞镖扔向了胡子 关键时刻鹿乃子挡下了这一击 话音刚落就有两只鹿天使 出现带走了鹿乃子的灵魂 随着他的灵魂越来越靠近天堂 鹿耶稣也在这时候出现 怎料下一秒一脚 便把鹿乃子的灵魂给踹了回去 原来鹿乃子并没有死 而刚刚的那一击 被原先藏起来的鹿仙辈给挡下了 这是县子向鹿乃子表达了歉意 认为比起自己鹿乃子 更适合待在胡子身旁 然而鹿乃子却安慰表示 没有这回事 多亏了你的鹿仙辈自己才能救下胡子 就这样两人成为了好友 唯独没跟上展开的胡子一人独自猛逼 这天胡子来到小鹿部 却发现了一头鹿 虽然小鹿不离 有小鹿是理所当然的 但胡子仍觉得很意外 看着对方充满智慧的眼神 不禁怀疑这是鹿乃子变身而成 在一番劝说无果后 胡子直接动手打算脱下鹿皮 然而下一秒 直接就被小鹿给踢飞出去 眼看硬得不行 于是胡子打算用奶茶 让鹿乃子显出原形 然而小鹿只对树叶感兴趣 看着充满攻击性的小鹿 胡子直接掏出装满水的塑料瓶 试图利用光折射的原理困住小鹿 怎料小鹿直接一脚踢倒 胡子瞬间猛逼 难道你已经克服了塑料瓶这个弱点吗 为了能引起鹿乃子的兴趣 胡子索性掏出自己的黑历史诗集 接着表示 你如果能变回原来的样子 破例给你看看 而小鹿也似乎有了反应 紧接着胡子就开始唱条rap起来 胡子再次猛逼 怎么会同时出现两个鹿乃子 了解后才得知原来旁边的 这头鹿是从动物园逃出来的 比起这个鹿乃子更好奇这本诗集是啥 说吧便翻看了起来 胡子瞬间射死 在送走小鹿以后这天也迎来新生入学仪式 当胡子来到小鹿不时 却发现有人倒在了门口 就在胡子以为对方嘎了的时候 女孩突然醒了 女孩解释自己名叫马车牙牙牙 是一年级的学生 出于对你的崇拜 所以才打听到这里 牙牙解释在入学典礼前 因为肚子饿在校门口倒下了 是鹿乃子师以援手这才让她得救 也在那时起被她的身姿深深地吸引住 因此想要成为鹿乃子的徒弟 鹿乃子健壮邀请牙牙加入小鹿部 而牙牙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过了许久之后 胡子的妹妹县子也打算加入小鹿部 只因这样就能每天跟胡子待在一起 然而当她来到小鹿部后却傻眼了 就这样小鹿部又多了两位新成员 就在胡子打算好好开展社团活动时 来到却看到了百烂的鹿乃子 幻想着跟胡子在一起的县子 正在干犯的牙牙 为了不让小鹿不玩犊子 从而影响身为学生会会长的自己 胡子召开了会议 她让每个人都制定出一个目标 鹿乃子想用鹿线被泡走 这当即就遭到了驳回 而牙牙则是想种一块水田 因为这样一来就能完全自给自足 面对两个如此不靠谱的人 胡子只得将希望寄托在县子身上 这时鹿乃子询问起了关于胡子的目标 对此胡子早有考虑到 首先就是拆了不时盖一个更可爱的 而这一想法当即就遭到众人的质疑 心虚的胡子解释让小鹿不 变得舒适是部长的责任 然而鹿乃子却认为身为 部长的胡子照顾自己是本分 如果得不到好的照顾 他就会离开这里 小鹿不就会成为肺部 胡子也会因此被问责 紧接着鹿乃子要求改善小鹿的待遇 首先就是刷毛 这时牙牙也想要加入到其中 这当即就引起了县子的不满 他认为比起两人自己更适合被胡子刷毛 这天胡子准备打印些新生入学手册 然而一旁的副会长庚子早已经打印好 就在胡子表示感谢的时候 殊不知庚子的目的是为了让胡子露出破绽 从而废除小鹿布 以及把胡子在学校第一女神的宝座上拉下来 只见庚子拿出小板凳 想要取高处的物品 而这一幕直戳胡子的内心 就在他欣赏着眼前的一幕时 卷拿来了整理好的资料 可当胡子检查的时候却 发现资料顺序有些错误 卷随即露出一副惊慌的表情 一个劲地向胡子道歉 并且还挠不出将资料 交给新生后就会引发大乱 学生会因此遭到声讨 最后胡子被逼到退学的一幕 看着一旁在安静峰订手册的千春 胡子向他询问了几个问题 然而其高冷的态度让胡子感到有些无奈 时间到了放学之后 胡子这才想起要参加小鹿布的社团活动 这时庚子表示愿意承担起锁门的任务 随后胡子便前往了小鹿布 直到锁门后 庚子才反应过来由于太专注工作 完全忘了要废除小鹿布的事情 次日当胡子来到小鹿布时 却惊讶地发现千春竟也来到了这里 这不禁让他想到千春也对小鹿布感兴趣 为了防止在小鹿布随性的样子遭到暴露 胡子告成鹿乃子在对方 离开之前别做多余的事情 随后当胡子向千春 介绍小鹿布有各种活动时 鹿乃子直接拿出上级 胡子跟小鹿互动的画面举例 胡子见状谎称说只是玩玩而已 殊不知这句话引起了鹿乃子的不满 那天的事对胡子来说只是玩玩嘛 角田先生知道也一定在哭泣 对方所带来的隔阂赶让 胡子一时间摸不着头脑 只见鹿乃子拿出大量鹿仙被招待千春 胡子瞬间猛逼 就在他想要为此道歉时 千春却是一脸享受的样子 这让一脸猛逼的胡子更加一脸猛逼 紧接着鹿乃子翻开天灵盖 从里面拿出了几根草 胡子不禁吐槽哪有人收到草会高兴啊 却没想到千春反而更加的高兴了 那种被学妹亲近被当作学姐仰慕的感觉 让胡子很是羡慕 于是开始使出 浑身解数试图增加千春的好感 然而在鹿乃子面前都是徒劳 在千春回到家以后 他一改高冷形象完全一副甜妹模样 只因他是鹿乃子的超级迷妹 而他之所以会盯着胡子看 是因为羡慕胡子能跟鹿乃子能正常聊天 次日胡子在网上搜索与 学妹搞好关系的方法时 不小心撞到了路过的卷 于是他按照网上说的 在学妹有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 就在胡子思考求救的办法时 卷已经写好了遗书 而他之所以会这么做 只因被关在体育室这种桥段 只会出现在爱情剧里 两人也显然不会发展成那样 剩下的就只有等不来的救援 耗尽的体力 疲惫的精神 然后就是死路一条 就在胡子试图安慰对方时 却在窗外听见了熟悉的声音 来到店子上发现此人正是路奶子 然而不管怎样发出求救声 路奶子都像是没听到一样 并自顾自地唱起了歌 眼看求救无望卷直接躲进了箱子之中 他认为会发生这些完全 是因为自己撒谎所导致的 不管胡子怎样劝说始终不为所动 就在这时房门打开了 胡子本以为路奶子是来救自己的 却被告知是在来摘偷偷在箱子里种的蘑菇 这天胡子来到学校 却发现有人在鞋柜里塞了信 也在这时路奶子出现 胡子好奇平日里总是 最后一刻到达学校的路奶子 为何今天会这么早来到 路奶子解释自己睡觉时 翻了个身就来到了这里 胡子很是不解 对方为何能悄无声息地出现在 曾经每天拼死搏斗的自己身后 路奶子解释他也每天跟别人拼死搏斗 不仅要面对敌人的搜捕 甚至还要躲开各种枪林弹雨 紧接着路奶子又把话题扯回到信件上 他看出这是一封情书 听到这的胡子有些害羞 脸上的表情让路奶子发现 这是胡子第一次收到情书 起初的胡子还想嘴硬一下 但看着对方充满智慧的眼神 不禁反问难道你就有收到过情书吗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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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正在我身上的下铁箱 我感觉到我 爱情绪 膝 胡子还想着安慰一下 但很快调整过来的路奶子救 询问胡子是否要跟写情书的人交往 对此胡子有些犹豫 然而下一秒就遭来路奶子的呵斥 虽然你可以逃避这封情书 但你有想过写这封情书的人的心情吗 好好考虑给人家一个答案吧 随后胡子按照约定来到了体育馆旁 让他没想到的是 路奶子竟也跟来了这里 面对三名少女发出的挑衅 早已惊喷洗手的胡子索性接受了挑战 此时路奶子更是斗志满满 只见三名少女纷纷掏出武器 一同向胡子攻了过去 尽管胡子曾是不良们的大姐大 但一人面对有备而来的三人 显然有些招架不住 很快在战斗中陷入了逆风 行动也被束缚住 就在这关键时刻路奶子扔来了一根路脚 可当发现只是路脚后的胡子随即扔出去 却没想到路脚竟然发生了爆炸 为了能掌握路奶子的弱点 于是胡子开始尾随观察 只见路奶子拿下一根路脚 从里面拿出一根香蕉吃了起来 等香蕉都吃完后 他又来到了动物园 紧接着在里面扮演起了小鹿 路过的人们也被眼前的水手服小鹿所吸引 只见路奶子开始推销路仙辈 路人也是毫不客气就 买下一份打算喂给小鹿 自己卖路仙辈自己吃的操作 直接惊呆了胡子 很快广播里就传来小鹿游行的消息 可当看到路奶子坐在上面的时候 胡子再也淡定不住 随着游行队伍来到眼前 小鹿竟开始冒出金光 一脸猛逼的胡子更加一脸猛逼 就在人们感叹见到传说时 路奶子也在这时发现了胡子 为了犒劳一下自己 路奶子提议去喝奶茶 胡子本以为对方会没钱 却万万没想到对方脑袋里进藏了巨款 在享用完奶茶后 胡子早已忘记起初跟踪路奶子的目的 次日庚子为了搞垮小鹿部 于是打算对这里展开一番调查 庚子想要趁机逃跑 却没想到路奶子已经 装扮一番以此欢迎自己 无奈的庚子只得解释自己只是路过 压根就没打算加入社团 这让路奶子备受打击 为了能获取关于胡子的情报 庚子表示想要体验一下这里的社团活动 随后路奶子便拿出一个路线背 不等庚子搞清这是什么状况 下一秒路奶子就按下机关 轮到县子的时候 他已不是姐姐唯有给拒绝了 在得知胡子被扳倒叫走后 县子立马原形毕露 打算到胡子房间畅游一番 紧接着便飞奔回家 随后路奶子又介绍起小鹿部的第二个活动 控制路角自由生长 在路奶子的一番洗脑后 庚子开始试着想象脚变长 然而结果到头来却是 控制路奶子的路角变长 在活动结束以后 路奶子将自己的路角赠予了庚子 回去时他才想起找到 胡子的弱点这一目的给忘了 这天终于迎来了夏天 而胡子也是紧跟着换上了夏季校服 就在他与县子讨论短袖所带来的便利时 县子表示了赞同 就在县子如同野兽一般步步逼近时 真正的野兽奶子出现 几人好奇奶子身上的斑点是否会带来不适 得到的却是完全没有的答复 并且路角还能一如既往的活动 尽管如此 胡子还是忍不住的怀疑 这是乱捡地上吃的导致染伤怪病 对于这些斑点 牙牙表示他清楚 那是一种会在水道上出现的倒热病 而受到倒热病菌感染的水道上 就会出现斑点 严重的话会导致水道全军覆没 这番话不禁让奶子怀疑起了路生 为了不让全国水道染病 奶子决定离开 并将小路社托付给了胡子 说罢便转身离开 怎料这时角田先生再次 从动物园偷溜出来并来到了这里 也是在这时 胡子发现角田先生身上的 斑点跟奶子身上的如出一辙 这时众人才反应过来 这并不是患病 只是单纯的换毛 而路一年会换两次毛 当换上下毛之后 身上就会出现斑点 虽然皮套被胡子视为垃圾 但牙牙却把他捡了起来并套上 次日奶子想要把新换下来的皮套送给县子 秉承不浪费的原则牙牙洗蹄又一套皮 就在这时 胡子开始脑补奶子换毛时的情景 光头的形象不禁让他感到一阵后怕 这天在学生会当中 庚子郑宇卷以及千春讨论如何消灭小路社 怎料奶子突然来到学生会 不等庚子询问对方为何会出现在这里时 奶子一脸正经地表示 他有一个事迹大发现 只见锤之子开始了蠕动 这让庚子吓了一大跳 不等他回过神来 一旁的两人却发现眼前的小东西还挺别致 奶子解释这东西是他在操场挖洞时发现的 庚子认为所谓的锤之子根本就不存在 怎料这时锤之子发出亮光 这让奶子更加坚信这就是锤之子 话音刚落卷就开始上手摸了起来 然而摸着摸着锤之子就像泄了气一样 几人猜测或许是饿肚子了 于是奶子打开天灵盖打算喂食鲜鹿鲜被 眼看这些都不吃 这不禁让奶子怀疑这不是锤之子 好在经过众人各种尝试 发现锤之子喜欢吃粉笔 在倦的劝说下 庚子开始尝试触摸锤之子 不摸不要紧 这一摸直接就让庚子爱上了他 这天奶子收到了一张纸 而纸上的内容则印有小鹿洲的字眼 紧接着就把小鹿洲的事情告诉了胡子 然而胡子却并不清楚什么是小鹿洲 县子解释所谓的小鹿洲 是指四年举办一次的陆继点 到时候全球顶尖的小鹿都会参加 从其中选出世界第一优秀的小鹿 不知从何吐槽的胡子指的任由奶子 却被告知他也要参加 因为每一只小鹿需要配合一位四主参加 感觉被抛弃的奶子开始唱起了小曲 尽管胡子一再坚持拒绝参加 可当奶子说出获胜就能 让不是改造得更豪华后 下一秒他就改变了主意 随后两人便展开了特训 而内容则是两人从左右两边进场 然后再走到评委面前展示 为了能够获胜 于是胡子强忍着羞耻 按照奶子的要求呼唤过来 然而奶子却直接把鹿角戳了过去 指责胡子这种的话语 根本无法撼动小鹿的心 随即便打算示范一遍 随着奶子翩翩起舞 关于小鹿部的过往仿佛就出现在眼前 胡子直接就被这种神秘力量所折服 奶子告诉胡子 虽然小鹿州主要评选毛发和毛色 但他们更看重鹿和四主之间的情谊 如果无法做到全身心投入就不可能获胜 在奶子的一番鼓励下 胡子成功被洗脑 过了一周后 胡子的舞蹈也到达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正当他忘我的练习时 老师却突然来到了这里 一时间气氛陷入了尴尬 胡子瞬间感到射死 而老师也非常识相地默默离开了 至于小鹿州的比赛结果 则是被一直名为绝山先生的小鹿取胜 这天胡子打算趁着县子以及牙牙不在 打算在网络产直播介绍小鹿社的社团活动 而事情起因还得从几天前说起 老师希望胡子将小鹿社的状况直播出来 不仅能当作活动成果 如果红了还能获得社团经费 听到这于是胡子开启了卖力的直播生涯 就在他担心是否有人会来看时 大批观众涌入了直播间 不等他介绍小鹿社的鹿时 就有观众发现有鹿出现 之后想要正经介绍奶子时 却发现对方竟然在磨脚 而水泥的粗糙表面自然 就成了最好的磨脚工具 当奶子完事后鹿角也软了下来 而观众都一直觉得非常治愈 为了夺回主导权 胡子让奶子乖乖待在自己旁边 然而变长的鹿角让他十分在意 并且这个长度还在意 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增长 就当奶子吃下一口鹿鲜背后 这样的情况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很快整个步驶都充斥着鹿角 就当胡子以为这场直播事故 就此断送社团经费时 一条弹幕提醒胡子每年 公园里的鹿角都会被人工切下 得到启发的胡子不知从哪掏出一把锯子 紧接着跃向奶子 可偏偏这时鹿角开始了脱落 来不及刹车的胡子 只能重重地摔在鹿角堆上 而这一幕意外地收获了许多的观众 并且在网络上爆火 经费也得以增加 这天胡子两人来到了千春家的咖啡店 秉承为客人提供最完美的服务的理念 擅之力求做到服务最完美 这时他注意到眼前的女孩似乎在寻找什么 不等他开口询问奶子就主动索要起脚架 没能为对方提供完美的服务 这让擅之很是自责 之后当两人点餐时 奶子一脸没有相中食物的表情 再次让擅之陷入自责 随后奶子在得知店里没有路线背后 于是点上了一份盛代 擅之为了能做到完美款待眼前的女孩 于是结合器头上路脚给 盛代添加上了装饰用的路脚 就在他期待对方会因此感到高兴时 随后当两人结账时 擅之也因此看上去衰老了不少 就在他陷入自我怀疑时 奶子却表示即便不完美 只要真诚地面对眼前的路 就是世上最棒的款待 说罢便离开了这里 意识到自身过于追求 完美的擅之紧接着追了出去 表示下次光临时会准备好路先辈 奶子欣然接受 突如其来的气氛 让胡子陷入了猛逼 只留下他一人在风中凌乱 年近新年的这天小路设的几人 约定到神社参拜 由于迟迟等不到奶子三人也只好先行 来到神社后刚好这里举行祭典 让胡子没想到的是负责 扮演神女的竟然是奶子 这是一位老奶奶找到三人 而对方正是之前在动物园中的老奶奶 老奶奶解释 奶子是这间路神社的神明 也是小路繁荣的象征 随后胡子想让奶子赶紧下来 哪料对方却是一脸嚣张的表情 并开始散发光芒 民众也趁机开始许愿 就在胡子吐槽这里的人都很怪时 老奶奶让胡子抽个签看看 他们路神社的签出了名的灵 于是胡子将信将疑地抽了一个 打开却发现本该是 大吉的字样却变成了大脚 运势更是离谱 写着能够找回自己的路脚 并且就在三分钟后出现 这神经的抽签让胡子陷入了怀疑 碰巧的是学生会的三人也来到了这里 并且也分别抽到了签 可当根子看到胸脚的签纹时 他再也淡定不住 紧接着就打算把签子绑住 旁的杆上以求去除厄狱 结果却来了个平地摔 根子可爱的样子直戳胡子内心 这是周围传来一阵甜甜的味道 看清才发现是奶子在派发热汤 而时间刚好就是三分钟 胡子健壮想要问则爽约一事 而奶子却是一脸正经的示意胡子喝脚汤 从对方眼神中 胡子就感受到这汤不是什么好玩意 所有的脚汤实际上是由奶子在神社底下 经过三天三夜炖煮而成的珍贵饮品 这样的玩意胡子自然不会喝 唯独奶子的头号迷媚千春示弱珍宝 而这时老奶奶通知众人一事就要开始了 随后只见老奶奶跟奶子对坐在火堆旁 而火里却是被点燃的鹿角 众人健壮纷纷进行祈祷 怎料这时刮起一阵妖风 奶子也随之开始发光 仪式结束后胡子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时奶子一副姗姗来迟的模样 胡子健壮痛斥奶子抛下 他们三人私自去参加焚烧仪式 奶子却一脸无辜地表示自己才刚来 紧接着为几人送上热汤以示道歉 当三人都喝下后 奶子坦白这就是脚汤 胡子这才反应过来上当了 次日几人来到小鹿社打算玩桌游 要玩的则是众所周知的小鹿大富翁 首先是从限子开始 开局就抽到点数四 到达地点后获得了三分路线备 而小鹿大富翁的货币正是路线备 下一回合轮到了胡子 只见他转到点数九 到地点后却遭到一群不良的霸凌 想要通过就必须交出三十分路线备 被逼无奈的胡子指得向高丽带借其路费 轮到奶子回合时 却因为被卡在电线杆上休息两个回合 并且在上面期间遭到突救以及猎狗的攻击 因此失去五十分路线备 随后来到限子的回合 这次由于牧泽胡子被奶子搭讪后握兵不起 因此休息两个回合 很快轮到胡子的回合 由于触发小鹿成长buff 脚会根据点数数量而增加 并且会根据脚的数量获取 其他人身上等量的路线备 随着游戏不断进行着 众人来到一处岔路口 一条是通向自由的自由线 另一条则是安定线 而自由线又有三条分别 对应大山大海都市的路线 一番思考后 县子决定大山路线 胡子健壮选择了都市路线 至于奶子则是选择大海路线 却不料被大浪直接刮到了阿拉斯加 经历此次事故后 也因祸得福进化成了迷路 并且县市中也得到进化 而另一边县子在山里称王称霸 靠着收保护费路线备 也来到了十万三千份 而选择都市路线的胡子 因为在网络上走红 可当鹿角触碰到对方后 瞬间眼神变得清澈 因此达成让美丽国和平的条件 并且获得了五千万份路线备 经过又一轮的游玩后 胡子的路线备如今已经 高达一兆六千亿路线备 但很快就被爆出是水屯冒充的小鹿 财产也在一夜回到解放前 就这样奶子成为了小鹿大富翁的赢家 游戏结束后胡子想要找点吃的 县子想起牙牙似乎制作了些马蜀 看过去才发现对方已经半只脚 踏进鬼门关 这天几人在小鹿社休息 这时县子提示胡子马上就要举行体育祭 在这里偷闲真的没问题吗 然而胡子对此却是信心满满 因为他早已准备好了各种计划 怎料这是跟子闯了进来 表示比赛用的接力棒不够 胡子早已预料到会有这种情况 因此早已经准备好备用的 话音刚落卷就闯了进来 表示号码步不够用 对此胡子也是早有预备 然而下一秒事情的发展就远超他的想象 只见越来越多的学生 前来表示出现了各种问题 不一会小鹿社就挤满了人 直到千春出现表示入场的拱门坏掉后 这直接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情急之下胡子希望小鹿社的几人来帮帮忙 牙牙去以种田为理由给拒绝了 好在经过胡子的努力 第二天的体育祭也是顺利的举行 就在县子宣布接下来的短跑比赛时 出现在赛场上的奶子让胡子感到有些意外 他可没听说过比赛中有小鹿队 只见县子拿出一份比赛追加名单 而小鹿队就在其中 这时奶子也因可爱的形象 吸引来许多人拍照 就这样体育季变成了摄影展 之后很快来到家长们的吃面包赛跑环节 这时卷却惊慌地表示比赛 用的面包都被熊给吃光了 就在两人不知如何是好时 奶子站了出来 随后比赛也如期进行着 为了让妹妹千春看到自己英勇的模样 因此善致参加了这场比赛 尽管对其他参选的家长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可当她来到赛点时却 发现面包被替换成了鹿仙贝 而一旁的老奶奶也在这时开始祈祷鹿神 为了赢下这场比赛 善致只得硬着头皮吃下鹿仙贝 来到下一个赛点后 却发现这次挂着的是草 没办法的善致只能硬吃下 就在她以为不会再有奇奇怪怪的东西时 出现的鹿角直接惊呆了她 随后来到障碍赛跑环节 此时的胡子早已被 各种事情折磨得疲惫不堪 为了展现完美学生会会长这个人设 胡子直接发力领先于其他人 来到第一个障碍点后 才发现既然是拆弹 看着眼前的炸弹胡子不知如何是好 怎料其他同学却直接抱起炸弹就跑 而这时凶贵化的奶子出现 她表示为了让体育技更精彩 因此让障碍进行了一点点升级 话音刚落周围就发生了爆炸 就在胡子想要吐槽的时候 随着倒计时的结束炸弹直接被引爆 好不容易熬到上午的最后一个表演项目 听到有小鹿舍带来表演后 胡子瞬间不淡定了 只见大量的路开始游行 而奶子就在其中 这似曾相识的一幕 让胡子回想起在动物园的时候 只见奶子在小鹿们的簇拥下 摆出大鹏展翅的姿态 观众们见到这一幕纷纷流下了眼泪 在胡子的催促下 奶子这才不情愿地爬下来 时间来到下午的第一个项目拔河 而过程中胡子感觉到非常轻松 就在他以为胜券在握时 越来越长的绳子让他意识到不对劲 看过去才发现手中的竟然是鹿角 而拔的自然是奶子的 当比赛结束后 裁判却宣布奶子获得胜利 胡子瞬间陷入无语之中 随后来到丢球比赛 身为裁判的根子打算衬着 这个机会抓住胡子的弱点 可当看到一脸崩坏的胡子后 于心不忍的根子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 就在根子维护比赛的秩序时 小锤却突然出现在赛场 根子健壮直接扔下裁判的工作去保护小锤 这样本就雪上加霜的胡子更加雪上加霜 好不容易撑到最后一个项目 却因小路门的出现导致比赛无法进行 为了不让活动延误 胡子只得找到其他人帮忙 结果却反倒越帮越忙 眼看就要面临体育迹失败 以及学生会解散等等的问题 恰巧一切的源头出现了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胡子将奶子带到天台 随即将其天灵盖掀开 将里面的路线被一洒而尽 并责怪奶子将活动搞得一塌糊涂 可当胡子冷静后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行为失态了 就在他以为从此告别三好学生时 却没想到同学们鼓起了掌 只因刚刚所带来的反差感 让他们觉得非常亲切 看到这的胡子猛逼了 虽然很高兴自己真实的一面被接受 但同时他也疑惑 之前一直努力维持完美人设是为了什么 这天胡子来到小路社后 却发现奶子一个人伤感地哭着 胡子还以为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而奶子却表示明明不难过 但眼泪就是停不下来 结合现在是春天以及垃圾桶里的纸巾 胡子表示这不就是花粉过敏吗 听到这样的说法 奶子坚持认为不可能 毕竟自己可是落啊 花粉症只有人类才会得 话音刚落就有一颗花粉落在鼻子上 吓得奶子直接炸毛 紧接着就感觉浑身臊痒 就在他注意到胡子看傻子一样的眼神后 又立马强装镇定 表示不知为何眼泪就是停不下来 面对这板上钉钉的事实 奶子坚信这不是花粉症 仅仅只是感冒而已 而两人的对话刚好被根子听见 于是他打算趁着这个机会除掉小路社 怎料这是一颗花粉掉落到鼻子上 下一秒花粉症受害者就出现了 奶子好奇胡子有没有得过花粉症 胡子解释他不仅没有得过花粉症 并且这17年来都没事 听后奶子很不服 无法得到共情的他决定解散掉小路社 听到要解散根子立马复活 但很快又陷入扫痒的折磨当中 千春健壮想要为根子借张纸巾 但卷手头上只有这张手帕 并且还是使用过的 无奈的胡子指得让奶子清洗一下缓解症状 一番清洗后奶子也恢复了原样 但仍旧觉得鹿角里痒痒的 索性就拆开天灵盖清洗了一番 将天灵盖安装回去后也舒服了不少 拿料花粉再次出现 下一秒奶子的鹿角就因兽粉长出花来 这时胡子想起有花粉症专用的眼镜 只要戴上花粉就进不去眼睛 于是奶子就去游泳设计来了眼镜 就在他以为从此战胜花粉症时 结果流出鼻涕的鹿角证明还没有 当听到奶子这一声悲鸣后 于是小鹿纷纷出逃动物园 然后来到小鹿市安慰奶子 得到众鹿安慰后 奶子产生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把全部山树烧光 并且还是要用炸药板鹿角消灭 就在他准备行动时 一直偷听的根子表示也想加入 两人一拍集合当即就要消灭全霓虹的山树 在此之前胡子希望两人先去一个地方 而那个地方就是动物医院 就在两人接受治疗时 突然花粉再次出现 下一秒胡子就有了过敏的症状 果然花粉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嘴硬的人 过了几天之后 由于一连几天都不见奶子踪影 这不禁让胡子怀疑起对方 抛弃小鹿社去了别的社团 为了避免小鹿社解散 胡子只得前去寻找奶子 之后很快就在花道社发现了奶子 并且还有模有样的为学生们示范插花 只见他把自己的鹿角剪下 接着取下天灵盖 最后就是把鹿角插在上面 而这一幕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称赞 但这还没完 只见奶子又从兜里掏出一份鹿仙被 然后放进袋子中碾碎 将碾碎的鹿仙被取出后 接着就是注入灵魂 见此情景的老师以及学生纷纷发出惊叹 之后就来到为学生评价作品的环节 老师认为作品缺少冲击力 但奶子却认为作品缺少营养 并且还缺少了野性可爱鲜度以及脚 最后就是一点盐 只见奶子从脑袋中取出一把吉他 随着他将琴弦拨动 身后的植物也跟着动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的老师大惊 结果下一秒就被植物给吞了进去 而学生更是投来崇拜的眼光 直到放学以后 奶子告诉众人自己将不会再来花道社 面对老师的追问 奶子解释自己已经完腻了 这天正在上课的胡子 突然被奶子的鼻涕泡惊扰到 看着左右两边不断冒着泡泡的鹿角 胡子都快要无语死了 作为班长以及寺主 他决定叫醒熟睡中的奶子 可不管怎样呼叫都始终没有反应 甚至还说起了梦话 刚想要伸手就遭到鹿角的抵抗 胡子瞬间怒了 看着不断摇晃且越来越离谱的睡姿 胡子也索性不再理会 就在这时 一只鸟飞到了鹿角上 紧接着又来了几只 过了十分钟以后 奶子的头上更是筑起了鸟巢 让胡子无语的是 为什么周围的人能毫无反应 这时老师打算抽学号找人翻译一下句子 而刚好就抽中了奶子 就这样 就这样奶子轻松躲过了老师的提问 与此同时 一位老头来到了学校 闻到老头气息的奶子随机躲了起来 也在这时老头找到了这里 老头自称宗一郎是传说的猎户 这时宗一郎发现奶子座位还热 也就意味着刚离开不久 于是他便转身离去 就在胡子好奇 奶子到底跑哪去的时候 他突然从地板下钻出 胡子健壮询问刚刚的猎户是什么情况 奶子解释今天是小鹿日 而所谓的小鹿日 是北海道限定开放的节日 在当天人们可以食用鹿肉 所以刚刚猎户是为了鹿肉才来到这里的 一旦他被抓到就会成为人们的盘中餐 说罢便逃亡去了 很快宗一郎就循着气味来到学生会前 打开门后才发现是自己搞错猎户了 只留下一脸猛逼的根子 随后宗一郎直接动用 高科技追踪到了奶子的脚印 就在奶子准备逃跑时 却不身落下了一份鹿仙辈 眼看就要暴露 突然两位辣妹出现 两人一上来就调侃宗一郎是在搞cost 甚至要给宗一郎拍照上传到网上 之后宗一郎利用哨子发出鹿叫声 被吸引过来的奶子差点就被抓住 很快他又搜寻到校长室 看着挂在墙上的路头装饰 宗一郎并没有多想于是转身就离开 殊不知奶子就躲藏在其中 在逃离这里后只留下一脸猛逼的校长 为了能抓到奶子 于是宗一郎在学校各个角落安装了摄像头 直到深夜以后 两人的拉扯还在继续 外出觅食的奶子很快就被铁龙捕获 但这根本难不倒他 随手一根鹿脚就是一个炸弹 在逃脱之后还不忘向宗一郎发出挑衅 到了次日清晨 宗一郎根据地上的毛发一路来到了天台 而此时的奶子也决定 不再躲藏打算正面硬钢 并希望胡子作为见证人 只见奶子取下头上的鹿脚 然后将两节鹿脚合并 顿时末端位置就迸发出激光 一把鹿脚武器就此完成 然而宗一郎认为 这只不过是奶子的垂死挣扎罢了 紧接着就掏出狙击枪并填装上子弹 就在他准备扣动扳机时 不出意外的话是要出意外了 就这样因为一通电话 两人的决斗也不了了之 在回去的路上 宗一郎被两位警察给拦下了 然后就以持枪罪逮捕了 过了几天之后 这天奶子穿着运动服准备活动一下 然而这满身的破洞不惊 让胡子好奇都经历了啥 奶子解释 是因为每次散步 都会弄得浑身是伤所导致的 这是一阵微风吹入 奶子瞬间感受到一阵寒意 于心不忍的胡子 决定带奶子出门买一套新的 由于一路上奶子不断地绕圈子 因此两人很快就迷了路 就在胡子打开导航的功夫 结果奶子却不见了踪影 看清才发现原来蹲在了地上 而他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惧怕不远处 用来驱赶野猫用的水瓶 而水瓶所散发的气息 直接就让奶子冷汗直流 不仅前面有 甚至后面还有 不忍心的胡子决定 带着奶子绕路前往商店 但很快两人就陷入了猛逼 只因又回到了那个地方 实在没办法的胡子 只好为运动服打上补丁 这天路 奶子收到了来自宗一郎的短信 对方提醒奶子陆之学 已经派出刺客前去暗杀 然而胡子根本就不清楚 什么是陆之学 所谓的陆之学是一个专门 培养陆系吉祥物的秘密组织 而奶子便是从那里培养出来 只是中途觉得训练很麻烦 于是就逃了出来 然而胡子却认为根本 不会有什么吉祥物前来抓捕 结果下一秒就遭到打脸 对方正是名为小舅的吉祥物 为了自由 奶子决定向对方发起挑战 而比赛的项目则是比武 如果奶子输了的话 则要被强制送回陆之学 反之则可以获得一年份的陆仙辈 至于比赛的裁判 则是由角田先生担任 胡子有些担心 然而奶子却自信地表示 自己是传说级舞者 结果到了比赛开始后 舞蹈只能用抽象来形容 相反小舅可爱的舞蹈 则收获了大批粉丝 就连胡子也没能幸免 而比赛的结果也是毫无悬念的 由小舅取得胜利 就在胡子接受现实的时候 突然想到奶子不在的话 小鹿舍就要面临解散 而经费也要全部返还 紧接着他叫停了众人 随即向小舅发起了挑战 很快第二轮比赛开始 得益于之前小鹿舟的训练 胡子也是跳得有模有样 而比赛的结果则是平手 就在奶子以为不用回去陆之学时 结果对方派出第二队人 而这次的对手是袁元军跟小花 比赛项目则是换为猜对方在想什么 当比赛开始后 袁元军两人一下就猜到对方心里所想的 到了胡子两人后 不出意外的话是要出意外了 这是跟自己人站了出来 虽然他很想看着小鹿舟被解散 但毕竟是最后一集也是抓紧出来露个脸 就在比赛准备开始时 袁元军收到要为小孩子庆生的通知 于是就告别了众人 就当奶子庆幸不战而胜时 牙牙拿来了一封信 打开后才发现失路之学 决定在下周派出最强刺客迁都军 得知这个消息后手上的路线被也不香了 为了不让小鹿舟解散 胡子决定为奶子进行特训 首先是体能方面 然后就是抗击 最后就是忍耐力 经过几天锻炼后 奶子也明显得到了提升 很快就来到比赛当天 在奶子登场以后 千都军的出场方式直接惊呆了两人 当比赛开始后 奶子率先冲了上去 对着千都军就是一顿连打 虽然被躲开 但又很快 追了上去再次使出连打 就在奶子以为能拿下对方时 结果下一秒就惨遭打脸 整个人直接飞了出去 接着就被按在一边暴打 就这样千都军以碾压优势 拿下第一回合 在中场休息时 奶子告诉胡子接下来的比赛 无论如何都不能扔毛巾投降 很快第二回合开始 只见奶子在狂笑 接着掰下鹿角 然后组合成双截棍 封起来就连裁判都打 尽管犯规了 但评委却允许这样的行为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 接着就迎来了连败 不管是贿赂 又或是变成凶贵形态 都一一失败了 尽管如此 奶子仍不打算放弃 为了小鹿舍 他决定战斗到最后 来到最终回合后 奶子决定使出最终奥义 很快现场就被奶子搅得天翻地覆 然而迁都军仅凭一招 就成功将奶子制服 紧接着就惨遭坠机 就这样迁都军获得了胜利 由于迁都军不会说话 因此评委决定改为书家发表感言 奶子表示与迁都军的战斗中 内心有了巨大的转变 在他心中输赢已经不重要了 唯有在战斗中拼尽全力才是最伟大 因此他认为自己跟迁都军两人都是胜者 这番发言得到了评委 以及迁都军的认可 就这样奶子在嘴顿下获得了胜利